印象中已经被拆除的花楼街 没想到却依然顽强地活着 那天我寻找青芬路市场的时候 从民众乐园旁边的小巷子走到统一街 无意间横穿过一个小的菜市场后 就来到了花楼街南天 花楼街北片的原星里 方正里 后生里等里像 早就变成了万大广场 花楼里 双路里 松阴里也变成了大洋百货 城市变迁 司空见惯 武汉每次喜迎城市改造时 总有些老街老巷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没想到民生路这边的花楼街南片 却依然存活 走在这片破败不堪又生活气息浓郁的街头 仿佛穿越到了八十年代 街道两边直接堆满了水果 蔬菜 粮油 鱼肉等 居然还有一脚盆 一脚盆的自制豆瓣 俨然就是个街边菜市场 这里明码标价 童走无期 价格还真便宜 花楼街南片传闻拆迁快二十年了 到如今却依然没拆 这里的物价早就翻了近十多倍 但是却还是比同地段的其他位置便宜不少 汉口里像的特点是任何一个看似到头的巷子 走进去都别有洞天 还能通向其他的巷子 我看到一处很远古的石碑就在楼顶上 就走进巷子里想去多拍几张照片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油皮厚下 相似的小巷结构 相似的小路 实在让人迷惘 好在这里不算大 无论怎么走都能走出这片箱子 这些老里像的房子和我童年时代住的民生路 永前三项简直一模一样 黑漆漆的门后都有一个暗暗的木制楼梯 这样的房子大多都有三 四层 全是木制的地板 一门一家 每家不会超过二十个平方 之前我们那栋就住了五户二十多口人 老房子的屋内空间都比较高 家家都搭有暗楼 当年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十六平米的房间里 父母住楼下 我和弟弟就睡在暗楼上 说实话也没觉得很拥挤 以前家里是没有卫生间的 要方便只能出去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去 厨房也没有 大家都是在过道里自行搭监 冬天洗澡比较麻烦 只有自己在家里烧水自己洗 所以搅盆和谈于是那时代的必需品 夏天就简单了 在自来水池里冲个凉水澡后 拿着不膳扛起竹床 来到巷子后 网络唐通风出一方 坐在竹床上和街坊们日白发天 天黑透了就各自睡觉 就这样度过了整整一个火炉般的夏天 也没觉得有多么严热 现在有点钱的人早已经搬离了这里 但还是会怀念这里的便利和那些圣死亲戚的老街坊 时代的变迁 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似乎这些老街老巷就没有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了 被拆掉也是情理之重 可实际上花楼街也好 民生路也罢 里面的原住民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更多的是来武汉打拼的外地人 这里的条件是不好 但租金足够便宜 生活也足够便利 这也成为了他们能留在武汉的理由 任何高大上的住宅 没有人居住 没有小市场 没有外卖 没有日常生活的服务 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是一个飞食者 没有天使 我可以爱你的 就别人了 你视频拿捣了